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年初一就开始练习挑战今年的全中运金牌 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昨天金牌拿到了 我们的压力都没有了 在赛场上大家都称浩恩为七堵彭于燕 吃苦耐劳的浩恩对上场后的心理调试 也是多冠的重要因素 到简陆处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紧张 介绍完要比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紧张 我会想到主任说放松一点 跑出自己的节奏 不要被敌人影响 阳光乐观 在这么操练 也觉得运动很快乐的浩恩 背后有一直守护与支持他的家人 在妈妈眼中的大暖男浩恩 今年国中二年级 跟记者约明年再来采访他 他会继续帮基隆夺得金牌 而这次一百一十二年群众运中 除了男龙国中夺金外 几乎女中在跆拳及一万公尺竞赛中夺了三金 成功国中在跆拳项目爆回一金 这次总计五金七银十同 共二十二命奖牌 破基隆十五年来的最佳记录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中华化医慈善功德会捐助五校助学金 教育处长刘美兰亲自感谢 期待这一份爱一直延续下去 有五所校长们代为接受的助学金 来自征华化医慈善功德会 基隆来这里 跟各位校长见面 那就是我知道有些弱势的家庭需要帮助 那我趁这个机会跟几个校长见面 也希望尽一点绵伯之力 让校方自由运用的奖助学金 帮助有需要的孩子们 让他们安心就学 金融市学生家长联盟理事长李静雄 金融市公益协会理事长宁瑞祥 以及五校的家长会会长都亲自到场 与主持活动的教育处长一同至上谢意 感谢社会的资源 对于我们基隆市弱势家庭的一个照顾 以及对学生的一个守护 那也因为有社会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对于认真办学的校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 那我也相信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资源引入之后 对于弱势家庭 弱势学生 那这样子的照顾之后 除了对于他们在认真学习之外 也对于将来他们回馈社会的一个心呢 也能够培养出来 那最重要的我们也期待 透过这些资源的引入之后 能够让孩子安心的就学 同时我们也谢谢三星的洛院长的这个区块 我们从新北引入来的资源 能够加回我们更多基隆的孩子 感谢顺心一举 也期待更多人士共襄盛举 让孩子们在求学阶段 能安心的奋发向上 不放弃任何的学习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七读马林山区 4月份就查获了三起车辆 非法载运热色乱丢产业道路的案件 环保局与警察局透过科技执法 依法处罚6万元以上的罚还 大白天蓝色货车停在产业道路上 挡住机场人员车辆 下车一看他们竟然在丢废弃物 还反问机场人员木栈板不能丢吗 我这站帮你拿着不理 我头部不理就不理 七读山区不地大 成了不肖废弃物处理业者 烂到天堂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事实上环保局和警察局 早就建立了科技执法 利用山区道路监制器系统 以车追人开单告发 那当我们抵达现场之后 那刚好在这个我们 长辈六张乱点就发现 有一台货车停在那个 停在那边 那并且有发现行为人 正在做那个垃圾的一个 垃圾的一个任意祈祷的部分 在七堵因为他这个山区 马林相关的这些山区的 产业道路非常多 那这个路段很多时候 也都不容易达到 那既然他是产业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 确实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执法上 确实比较不容易 但是在谢市长 在干净家园这个政策推动之下 我们无论是我们稽查人员的 这个人数的增加 巡逻次数的增加 或者是我们利用科技执法的方式 搭配警察的这个相关的监视系统 我们其实可以有效的降低 我们今天在我们所有的七堵山区 相关的这个非法七职的行为 我们4月份查到这三件呢 就是现场就是告发 就是有 因为那个市政 市政是 违规事实是确认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现场告发了三件 那这些最高都可以罚到30万以上 可别以为在山区 担到废弃物 不会被发现 4月起环保局就抓到了三件 裁罚金额至少6万元起跳 呼吁不肖业者 不要心存侥幸 记者黄绍明 而为了要彻底解决乱丢热色的问题 全力打造干净家园 基隆市政府宣布提高乱丢热色的检举奖金 希望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干净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环保局长马仲豪 共同宣布 要提高乱丢热色的检举奖金 从罚款提拨的30% 调高为50% 以二组乱丢热色的问题 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一号起金融市政府也提高了乱丢热色的一个罚则 我们从原本的1200元也已经提高到了2400元 那我们现在提高检举奖励金至这个罚金的这个50% 我们期望能够有效的降低随意乱丢热色的一个行为 并且鼓励民众们勇于检举 依据环保局的统计 我们在基隆市的这个乱丢热色有许多太阳 那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气质垃圾包 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太阳 那再来呢也是大家很常见的就是乱丢烟地 以及随地吐痰等等的这些行为呢 其实都算是在我们乱丢热色的范围之内 那再来呢我们在这一次从即日起 我们把这个罚环提高到2400元以后 我们每一个民众只要他的检举成功 每一个案件呢民众可以实际拿到的是新台币960元 但是我们也为了杜绝相关的有可能有这些 类似像检举达人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所以呢环保局在这边也有订定 我们的同一个这个检举人在同一个年度 他的检举案件最高是250件 那当年度呢同一个检举人他领取的奖金 是以30万台币为限 所以我想今天环保局有这样子的安排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的民众 可以在我们的环境整洁上面 能够一起共同做出努力 我们一起为基隆的干净家园持续的推动 也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可以变得更整洁 所以呢民众检举可以透过环保局的官方网站 都可以得到相关完整的资讯 那针对我们现在检举的方式 其实不管是透过影片或者是照片都可以 那我想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 如果今天真的是有看到我们相关的这个 违法的相关的民众 那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尤其是要把这个行为人的这个 相关的动作要拍得清楚 如果他在车上的话 他的车牌 无论是机车车牌或汽车车牌 都要拍得特别的明确 那从这个违规日发生起的15天以内 要向我们的环保局要来进行举发 同时您的照片相关的这些资料上面 要留下您当时拍照的相关的日期跟时间 我想相关的细部的说明 在环保局的官网上 其实都有很完整的说明 从3月开始 基隆就将乱丢垃圾罚环提高到2400元 目前环保局再进一步提高乱丢垃圾的检举奖金 目的就是呼吁民众能够守法 一起来杜绝乱丢垃圾 打造干净的家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要加强与在地民意的连结 基隆市政府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 李林长座谈会 与市长面对面 来看看暖暖区场次的基层民意反应 你爱老暖 暖暖极度温暖 祝你 林长是最基层的 比我们李长还基层 他们在平常日 平常的时候 接触到的比我们还多 真的 他们有什么理想的建设 这次有市长 小爱市长 爸爸这样 这些市长的构想很好 这场李林长座谈会 是安排暖暖区六个里的五十个林长 搭乘基隆的观光巴士 来到基隆市政府 由民政处的自治行政科 与暖暖区公所来接待导览 市长谢果良亲自主持 透过及时互动尽快来处理在地的民意反应事项 但是我们从二十六巷出来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危险 因为这个执行的车 然后虽然给我们画了黄网线 但是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熟发 不是每个人都会乖乖地在黄网线 就近空 所以我们常常过那个地方是非常危险 不管是新人当然不能走 就是摩托车或者是机车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其实已经提出来 希望能够做跟前面暖暖街的耗子能够同步 针对对李林长反映的在地问题 不论是交通 公园 路面 灯光等等 市长谢果良表示 他会请市府相关单位一一厘清 比较复杂的问题 他也会安排时间 亲自到现场去会刊解决 所以这个我是知道 所以我才说 好 不然我们座位去看一看 去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那到底是行人 现在是车子跟行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 都有 我提的是1500的部分 所以预算如果通过这个分开始 大家以后就有1500块的事务费 这事务费目的是要给所有的李长 跟在座的各位李长 更紧密的配合林里之间的工作 为了节能减碳 我也要提供李林长 这个交通工具 这部分我们 112年追加预算是除以青年的部分 那 113年开始我们会分两年 113年先把所有的李长 因为我刚才会让你骑上了 很久了 很久了 我们113年先把所有的李长 还有一部分的领长 来编列他的预算 另外114年再把另外一部分的领长 也要编列 但是还是要太久了 所以我们要双新的 一句的要行卧卧 太久换新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北洋科技博物館 有豐富場館資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風景 想透過您不同的視角 表現出來 海客館邀請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過手機鏡頭 分享你的創作 釋放心中獨特的創意與想像力 還在等什麼 快來參加 基隆慈雲寺 整年度的重要慶免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小愛爸爸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是不對的喔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 汽車 會理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 盡快的通過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理讓的車輛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繼續推行友愛城市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呢 快速 然後有效 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 慈雲寺的財神店 共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政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 直角求發財歸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進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雲寺 可千萬別忘到財神店參拜喔 天啊 走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 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姐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每周三晚上九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在金融市议员李敏勋及曾一方积极牵线 张耿辉大力支持下 七堵区复民里里长吴明宗 成立七堵第二间民间实务银行 复民里实务银行 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弱势民众 也因应不可预期的灾难发生 为了照顾弱势边缘户 兼具因应不可预期的灾难发生 在金融市议员李敏勋 以及曾一方积极牵线下 七堵区复民里长吴明宗 在永富路37号 也成立七堵第二间民间实务银行 复民里实务银行 弥补公部门社会救助缺口 也获得金融市议员张耿辉的大力支持 民进水前议员 那个省定来的议员 是跟我的好朋友 结果他跟我说 你这家都没有做食物银行 没有做什么 你里面做什么 我感觉很紧张 我也不要做 他说你不用怕 我当我叫你乖去给你盗用 结果虽然叫民进来 说我这个工作 所以就这样做 其实我们实务银行在108年的时候 5月21号成立 到现在的5月21就满四年了 那一路以来做来的话 其实感触蛮深的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 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弱势 敬佩三年的疫情之后 一些低收入的 更多的 已经去掉了 所以今天成立这个 我相信是非常棒的一个 一个工作 那也感谢所有的 这些热心的企业 那些食物 爱心食物啊 不断断的进入 的涌入 我真的很感谢 也许我今天赚了四万块 但是我可能有一堆负债 或者是我突然 家庭有重大变故 那我这样可不可以申请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可能上面还有 爸爸妈妈要养 下面又有三四个小孩要养 这个对于来对于他们来说 这都是很大的生活压力 李敏勋是基隆市第一位和民间台湾 食物银行联合会合作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的 基隆市议员 而这也是继今年四月底 市议员曾一方成立七堵爱香水 爱心食物银行之后 七堵第二间民间食物银行的成立 让再次来到七堵参加的台湾 食物银行联合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北市万华区 中勤里长方和生 非常高兴 厂替说议员当初要做长照 真的可以一起砸净 那我做的经验 我都愿意把这个分享出去 让大家 因为真的就是照顾人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系统 好不好 今天也祝大会成功 委员如果需要什么物资 我们联会这边会尽量的提供 包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 邱梅萍 七堵区长冯吉安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的秘书 和刚通过民进党党内立委出选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等人 都出席这场活动 杨秀玉也捐赠物资 而张炳君更是特地捐赠300颗鸡蛋 给食物银行一起做爱心 其实我议会的两个好同事 我们敏薰其实在我们全集公司 在做我们的食物银行 然后配合我们七堵区 我们最认真的莎莎 曾一方议员 然后共同来为我们负名礼 来做我们食物银行 那炳君今天也带了300颗的有机鸡蛋 也来共襄盛举 配合我两位议会的好同仁 一起做爱心 照顾到更多有需要帮忙的人 负名里长吴明宗 欢迎社会各界响应 加入捐赠物资的行列 一起来照顾弱势家户 以及边缘户的民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中正区立德路与祥峰街的 行人穿越道和祥峰街相当近 声援员张浩和提案 就建议把行人穿越道往内退缩 特别邀及公务处交通处等单位会刊 最后决定加宽行穿 将地面七会成绿色人行道 立德路和祥峰街口 这个行人穿越道 因为使用率不高 社区长者通常违规跨越马路 造成险下缓升 老人家住里面 他就不太可能 有些行动不方便 他就不可能走到那个路口 再穿过去 他一定从这边走过去 从这边走过去的时候 车转进来的时候 车速也不慢 就是比较常发生意外 是不要移过来 因为说实在里面 很多都是老人家 行动不太方便的 那你请他们走到那边 有些人 比较正常的人 一定是从这边走过去 其实原本嫌穿越到位置 是在车辆停止线前 但多年前 立德路进行拓宽 市府配合行车动线规划 将人行道往外移 原本就有一个斑马线 因为他们刚才 这里有三个 三个家住在这里 三个家住 然后就这里有一个斑马线 斑马线现在 放在那儿去 那儿车来 没有一个空间 市府就过来 那些人很危险 客户也很危险 那些人 应该是在这里 都慢慢地走 走到这边 这个是斑马线 他们比较安全 所以这里没有一个斑马线 这里没方便 尤其我们社区里面 老百多 要过来 没方便 车多 然后怕转角 看不到学生 或是他老人家 所以把斑马线 推到里面 最主要是以老人 老人为主 因为社区年长者多 然后现在长者 他们多 需求是说斑马线往内缩 实际来到路口 斑马线太靠近 小丰街口 不管是行车 或者转弯 都很容易发生危险 市议员张浩瀚提案 民进党团联署 特别邀请了 交通处 公务处 和警察局到场会刊 建议将斑马线往内退缩 确实这个路口 基隆市有许多 这样子不完整的路口 那今天很高兴 是由我们张浩瀚议员 以及我们许瑞池议员 在提案 然后呢 我们党团议员 共同联署 在我们这个立德路 以及我们祥丰街口 那这个路口呢 其实看起来呢 它的斑马线 以及周遭的房屋设置 它很容易造成 行人行走上的盲点与死角 那它有没有改善的必要 因为我们基隆市有许多年长者 他们在过马路呢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他们走的步行速度会比较缓慢 那因为有的时候 行车的用路人呢 他们可能车速比较快 在转弯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因为行车的盲点与死角 造成事故发生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祥丰街跟立德路口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行穿线 其实跟路口非常的接近 那其实在行车之中 要左转 或者是说转弯回转 很容易就突然间遇到行人 就很容易有差状的一个风险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是祥丰街立德路口 那其实在过去几年 立德路完成拓宽了之后 那路口空间被放大 所以导致在这边通行的居民 以及包含二姓中学上下学的学生 这边国小上下学的学生 经常在这个路口 发生行人跟车辆交织的一个情形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 基隆市政府相关的一个单位 到场办理线刊 就是希望供商来解决这个路口 行人跟行车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不只是爱保护行人的一个安全 更重要的是在车辆路口进出的时候 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保障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延商完毕了之后 我们会加大路口的一个 巴马线的一个 名标示的一个程度 那提高整个 不管是在行人跟行车上面 能够更加注意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但是对于地方长辈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段巴马线还是略显过长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 再继续邀请相关的单位 在延商在立德路的一个中段的部分 来划设更加安全的一个 行人的一个巴马的一个空间 那希望把我们的一个行人 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能够继续在这一段路段来做一个发挥 经过现场会刊讨论 江苏书认为行人穿越道退缩 会让转弯 净利德路的驾驶反应不及 增加了危险指数 最后决定加宽斑马线 维护行人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台湾中游基隆营业处 最近捐赠了一批20部再生电脑 透过市议员吕美林韩世玉的协助 将发送给辖区发展协会 及清寒家庭来使用 亲自将再生电脑捐出 中游基隆营运处长林森毅 亲自将这批电脑转赠给市议员吕美林韩世玉 我们就是说请我们那个 我们资讯把我们原来的电脑里面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都是 都是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可以公用 那我们就是说 也感谢我们李一言的帮忙促成 让建国里这个社区基民的就是团体 可以用这个电脑 也让我们这个再生电脑 发挥再次的一个功能 也让我们社区里面可以来的永续学习 那以时寄进 特别是那个李一言基中 跟我们周董事这边的帮忙 那当然那个建国里的设计里面 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什么需要我们基隆处来帮忙的 我们一定来热心的 军念仪式在中游基隆营业处举行 市议员吕美玲韩世玉代表接受 云诺会善用这一批再生电脑 提供辖区长者及弱势的家庭使用 我们非常感谢中游能够发挥 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后让这一批再生电脑能够运用在社区里面 让每一个社区的家庭 包括这个弱势团体独居的老人 能够借由这一台电脑 再度的接触这个社会 并且让自己更有信心 同时能够有序的学习与时俱进 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中游 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责任 同时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善举 感谢我们中央公司那里 以及我们李美林议员 让我们疫情的大力的来促成 就是我们送电脑大爱基隆这一块 尤其是针对于弱势团体 这些好朋友还有独居老人 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满满的祝福 以及关怀 深深的感谢我们中游公司的善举 台湾中游捐出这一批再生电脑 让这一批二手电脑资源能够再利用 同时也善尽企业责任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金庸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继续推行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